我们再来看一个东西 添加一个音频轨道 非常非常简单 在轨道里面选择音频轨道 这个轨道呢 就是为这一段动画单独来提供一段音频 我们刚刚不是添加一个MP3的文件吗 我们就使用这一段好了 看一下 前面没有内容 前面声音很小 这段太慢了 看看后面有一些 看这一段 这音量的 这发音也不是太对 我们可以把它音量变大一点 1.3吧 我们看这个地方 这个抚养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就是它的音调 你看我如果换成2 它就会变高 正常情况下是1 然后下面这个音量 这个上次 那它是一会使用的 一个音量变大一点 但是它就会变成 它就会变成 在这个音频的部分 我们这一段过场动画大致就完成差不多了 我们来试着播放一下 让它自动播放 自动播放已经打开了 运行 好 这个时候你会听到有两段 对不对 有两段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背景的鸟叫声我们还是可以留着 但是背景音乐我们暂时可以先把它给关掉 把它自动使用关掉 之后可以通过蓝图 比如说你的人物接收管理之后 通过蓝图来打开 好 我们得运行这里试一下 好 OK 这个音乐好像有一个地方卡顿了 很多音乐有点问题 好 但是问题不大 这个地方我们的玩法已经弄齐了